所有的禍端都是起于削墙之内 所以说要 你看民进党当时2022多惨 非常惨 那花了很多的努力 也连败了好几场 最后是谁协助他们真正指败 除了赖清德那种魄力 抢起来鞠躬 除那个之外 最大的盟友还是国民党 国民党不自乱阵脚 民进党也不会那么快起来 因为我想这次的选册会 其实我觉得朱一伦 是这个选册会丢出去 让大家有争议 有争议的目的 并不是说真的要挨骂 而是要用放长线钓大鱼 要引蛇出洞 引谁 引侯友宜 为什么说引侯友宜出洞 如果今天没有选册会 我直接就是一个选举 对策委员会的协调小组 我要侯友宜 我要卢秀燕 我要韩国瑜 我要讲万安 要状态症 我告诉你 这些大猪吼一定都拒绝 一定都拒绝 为什么 这些协调小组要得罪人的 你要下去得罪人的 因为我主席不要去得罪人 协调小组去得罪人 那你想想看 台北 徐晓星跟废宏泰的事情 这个觉得协调小组要不要去 提名委员会要不要去 要去协调 因为国民党做法 就先征询再协调 然后最后找出最好的人 那谁去 这些人去 所以如果没有这个选册会 这些人不会去 可是现在被骂翻了 对不对 侯友宜说在黑金 不容许黑军复辟 好我解散 傅宜琦说 好那我们都支持侯市长 希望他能够一起来承担 侯友宜不得不承担 这时候我在成立选举对策委员会 去除了之后 变成提名委员会 你非进来不可 你不进来就是说 骂的也是你 现在叫你进来 你又不进来 所以这叫做什么 引蛇出洞 掉出来了 现在只要侯友宜一答应 其他的诸侯不可能拒绝 那么去协调的事情 朱立伦就不用担心了 可是现在对国民党来讲的话 我刚刚就讲说 他现在等于要扳回 明明前面是跑马拉松 国民党就知道看跑马拉松 跑到最后一圈谁赢 冲中点是谁赢 可是现在看起来的话 国民党有很多几份的民调看起来 他把以前的红利全部都丢掉以后 现在连政党支持度认同度 这些又回到 又回到去年年中左右去了 这叫做为了要做内部的一个调整 伤到了原神 伤到了原神 把二零二二你所能够营造的一个胜选气氛 不但都赔光了还倒贴 为什么大家可以看这一份 这一份叫什么 这份我称之为蓝白破局 就是蓝白整合破局 没有蓝白核 为什么 因为这里面有柯文哲 有柯文哲 所以这个是蓝白整合破局版 这是国民党最不希望看到的 因为你一破局不容易 终于在侯友宜身势冲高了 在十二月你看三十九点九比三十四点一 哇终于赢了 可是好景不长 到了二零二三年的二月碰碰 死亡交叉出现了 一交叉出现之后一蹶不振 现在倒数 现在整个撒嘎度的状况 赖清德到四十一点四 侯友宜剩下二十九 这是什么样的光景呢 这才几个月 从本来领先的十二月 一直到现在三月 不过三个多月而已 一下子死亡交叉叠出快十% 对不对 这是最差的状况 就是蓝白破局 他说没关系 我们还有机会蓝白河 搞一个非绿大联盟 他又也来了 这就是非绿大联盟 没有柯文哲 这是没有柯文哲的 最理想的状况 就是PK蓝白河 好就是赖清德跟侯友宜PK 那你看侯友宜 他曾经在十二月的时候 五十四点一 五十一点四到三十五点七 大胜 到什么时候 到一样二零二三的二月 只剩下六点七的领先 没关系还领先 到了三月死亡交叉 倒数零点二 到了三月下 就是此时此刻的时候 四十八点一是赖清德 不是侯友宜 交换了 本来侯友宜是四十六点九 现在赖清德四十八点一 侯友宜剩下三十八点三 倒数了九点八 百分之九点八 那这还不是最严重 我觉得这都还是个人 最严重在这里 政党的问题 我想政党的问题 如果调整以后 很难抓回来 这是整个政党 台湾人对于政党的认同 这才严重 什么什么严重法呢 黑色的部分 是原来的 这个红色部分是新的 他在对于民进党是强烈 就是我非常喜欢铁绿了 我直接解释 这叫深绿的部分 现在增加了二点二 从九点八到十二趴 然后呢温和就是淺绿 就是淺绿的部分 从二十点七变成二十一点八 增加了一点一 所以总体所谓泛绿的部分 增加了三点三 那换算是多少人六点六十四万 六十九万增加了六十四万人 就是认同绿益 那蓝银的部分呢 他开始从这个铁蓝非常强烈 占多少从四点四变五点一增加了 你说不错啊 铁蓝深蓝的还增加了 增加了多少增加零点七 可是淺蓝的部分衰退了九点二趴 所以整体他衰退多少 衰退了八点五 所以少多少人一百六十四万 这是政党的比较 认同的比较 这才严重 这才严重 为什么 这个就表示你整体政党内部的斗争 内部的不和 造成全国人民的观感 已经开始翻转了 所以我觉得这才是朱立伦这段时间 必须要每天茶不思饭 饭不想要开始做的事 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